欢迎大家来到洛洛曲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脆芝麻曲奇 要预备八角枝花醉1个 玉米粉40克 黑芝麻粉14克 盐2克 糖粉38克 低筋面粉97克 软化无盐牛油115克 当你的手指可以轻易压下牛油底部 就表示可以用 首先轻轻打发牛油 然后加入糖和盐 将打蛋器较高速 发打牛油智淡黄色 将低筋面粉 玉米粉过篩 加上黑芝麻粉 然后用油爱向内和切碗的手法 搅拌均匀 不需要过分搅拌 否则会令曲奇不够松脆 将面糊放入擠花袋里 刚发现擠花咀爆了 所以我换了另一个新的 今次做的是玫瑰花型 由中间向外折两个圈 在停的时候 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 用力的时候 手要有少少提高 一盘可以做到25至30个曲奇饼 这个花我都很喜欢 因为简单又漂亮又易做 在焗之前放入冰箱15分钟 令曲奇定型 焗出来的花会挺身 愈以焗炉至150度 用150度焗20分钟 我喜欢用低温焗曲奇 虽然焗的时间比较久 不过口感会松脆些 看看多漂亮 还有超香的芝麻味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介绍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小钟 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片 下次再见